各位网友早晨,欢迎又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录的时间是2020年10月5号 首先这里有社长Raymond Wong 走开了,还有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早晨 还有我家餐生,大家好,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一定要点赞为分享,还没按订阅的按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香煲三台晒冷器 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一个齐抗疫、听经济翻满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好了,大统领入了厂,几天就说未来 他虽然出了一条片,四分钟的片 说到自己好备好备,不会有事 但是他都说未来四十八个小时很重要 新近最新消息就说一切如常 应该明天,即是10月 香港时间10月6号 可能就回到白宫囊 这样说,恭喜他先啦 希望他从此大切大 不要再做这些坏事了 但是呢,刚刚那些报借 西方的传媒开始挂了 到底万一大统领输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那就开始就在网上去找那些极油的群 各位大家记得 大统领在上个星期的电视辩论中说了一句 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些什么呢 就在Facebook page找到 Facebook page就有一个极油的Facebook page 全名呢,他们在做一个 他们有一个名字 就是叫做Prepare to take American Bank 准备拿回美国回来的运动 而这个运动呢,就是和很多极油的民兵组织 已经连接了 而搞这个page 和那些人呢 就是和一间media有关的 叫做AFFmedia 就是在这个加里福尼亚州 加州的一间media 右翼website公司的website 在搞 而这间公司 其实就是和大统领有好心的渊源 嗯 那么他们就说 他们的流量呢 他们所说的话 只有79万4,870个followers 在Facebook那里 他们所说的话在头三个月 是转发了14万次 平均9,600次一个星期 他们所说的话就是说 现在全部都是阴谋 嗯 所说的话全部都是阴谋 只要他们认为拜登的那些阴谋论呢 主要就是说这个民主党所做的东西 全部都是和一些罪案有关的 还有现在那帮黑人做的东西有关的 他们是和我们所说的 Kilron 那一档是有关的 就是其实是所有的阴谋论网站 变成一个大网站 一个network 他们已经说 万一 万一大统领输了的话 我们就要准备 来一场 和左翼极端组织 一场小型内战 这样说 嗯 如果拜登输了的话 左翼的人一定会和我们打一场内战 我们就要奋起和他对抗 嗯 这样说 而这个是必须的 我们就可以重新拿回 这个美国回来了 如果不是 我们 他们被赢了的话 他们就会 重新做一个新的美国出来 就是了 来一场culture revolution 啊 嗯 这样 就是 现在 现在他们这个运动 已经是在网上 不停地传 他们是利用南加州的那家 叫AFF Media 不停地去 那些报道 主要是查这件事的 是英国的维报去查 出了个专题 甚至打电话给他的老闆 就说 喂 你们所做的事 你们所说的事 全部是阴谋论的 是没有确认的 啊 你们这样 你们这样是怎样呢 他说 我们不是和Facebook做事的 你不要问我这么多事 你Facebook看到的就是这么多了 我不是和Facebook做事的 就先把他探索了 但是有人去查他背后的老闆等等 其实原来竟然和共和党的官员 某部分 就是低下层的那些 是很有关联的 就是现在那个势是很空门的 所以 甚至到查查一下就发觉原来这间媒体 就是和2016年 特朗普的 就是 就是 特朗普的 赶紧不走他怎样呢 他说 只好找军队请他走 所以你说内战 又不是没有机会的 我也说一下其实 连任 其实 美国历史上是有五位总统 宣布不连任的自动退休的 但是都是上古时代 我可以这么说 有1845年到1849年的 波尔克总统 还有1877年到1881年的海斯总统 还有就是 1857年到1861年的布坎南总统 这个近些了 1923年到1929年的 波尼茨总统 还有就是 1963年到1969年的 专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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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其实 这些就是自动不连任 但是呢 亦都有三位 例如港大通宁不成功连任 因为未知结果 但是 有三位选举之后 是连任不成功的 第一位当然是 小布殊的老爸 老布殊 卡特 是 还有就是福特总统 所以人家就笑 哎呀 小布殊连任时 你都比你老爸厉害 虽然人家说 你老爸的财官多过你 起码你都能连任到 是吗 对于美国人来说 你一个连任不了的总统 是一个棋子大肉 所以大统领 他会用尽一切方法 所以现在说最危险的情况 就是有两个情况 第一就是万一 那个选举人票 就是那个选举的结果 迟迟未出的话 很多人估计 他这些右翼的民兵组织 就是会围着票站乱来 到时候到底会怎样呢 所有东西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现在的传媒就不停揭发他 目的就是 希望 令大家有所警惕 令到他 不敢乱来 但是对方其实已经在网上 不停地说拜登 就是传很多 有关于拜登的假新闻 包括直接说他 怎么说 跟中国有关 就是所有的 跟中国有关 贪腐 收了哪里哪里钱 所有的东西 当然大家看到 连他的儿子都拿来说 说他的儿子是吸毒等等 但是说 不停地拼他 炮火连天 不声不声 但是呢 其实现在 他的一大助力呢 其实就是在Facebook page那里 那里来 但是在重重压力之下呢 Facebook和Twitter 就是大统领自己本身的利器 传媒利器呢 都已经说明了 我们是不会再传任何有关于missinformation的东西了 几集讲过那个 由一个花旗银行的 Security 就是 花旗银行的保安部 一个人乱写的网站 走出来的东西 我们全部都是会不用的 这样说 希望直指就杜绝他 他这些新闻 那当然啦 如果要找的呢 可以直接去他的网站找的 或者已经潜了水 去其他网站那里找的 所以 所以其实是 现在已经是很麻烦 单单在这个Twitter 他们 他们这些网站 可以已经拥有了一点 就是150万个followers 现在你说杜绝他的话 他们仍然都会找到办法去找到这些资讯 这一次 这一次 做已经做大了 其实做已经是太迟了 那所以 其实现在到了这个地步 他们这帮阴谋论者 表面上在主流的 网上世界 是可以压制到他 但是到底在底里有多大影响呢 是没人知道的 因为实在经过这四年是越搞越大 尤其是这个主流的共和党 讲衰点 某种程度上已经被他们 拥有了 是 所以其实 有些人都说了 其实现在 大统领最想的真是可能 打一场小的战争之后 说打仗呀 战事总统不算呀 但又不行 因为他中了19 当然也有些阴谋论说他假了 假中了 但是看过 看他的样子好像不是 也挺潮水的 所以这样说 我就不知道他 就算他好了之后 我也说过了 如果他现在这样 躲在一段时间 躲在十几天 勢是会弱的 因为鼓动不了一帮支持者 或者中间一些 中间偏有的人 可能都会听他说的 但是他如果不出来鼓动一下 又可能会失败的 我相信他 未来这两个星期可能会潜水 然后谷得差不多就走出来 好像波罗斯·翔森那样 揮手 我死不去 大家看看 他甚至都留意到 他甚至说 我会出来的 代表这个世界去对抗19 他是兵行险着 我不是说兵行险着的 我会说他 很幸运打大波纜过 但是现在 对于美国 现在这个情况 所有人都猜不到 究竟下一步是怎样 尤其是在11月之后 因为 因为他内部 实在太过 实在太过激烈了 尤其是他最偏激那一翼的人 尤其是他说那句 Stay back and stand by 究竟stand by 什么 想着到时候走出来斩 而由于 咦 什么事 哇 帮他祈福 哦 帮他祈福 帮他祈福 不好意思啊 轻松点 帮他祈福 因为听到美国这样的状态 就好像很惨啊 之后会 不过希望大家好 都是我们这些都是奉行一样东西 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不过借一点位置 买一买广告先 我们在沙冷气刚刚出了一条片呢 就是有人盗用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句话 所以镇BC是非常愤怒的 想知道什么事呢 就可以去今天刚刚出那一条沙冷气 听一听 但是都是 雨黑蟹就没有 但是都是 有些描述就比较 小孩子就不是很合听 因为我们录的时候都是 有点点忍住才行 有点想吐 那不是啊 不过 不好意思啊 刚才打断了家燦讲的东西 为什么要打断它呢 除了买广告之外呢 还有一件事就是 我们很多时候呢 讲美国那些坏东西呢 其实就不是想美国死的 这个要在这里讲清楚先 就是我们都是觉得一句 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嗯 美国不好 对全世界都不好 这个很重要 不好意思啊 就是人要有些高度才行的 就是你跟他打一例 讲述国是没有意思的 是吧 就是有些人说大统领 我看到有些内地的抖音 就大统领病了 小炮掌 但老实说我也是个坏人来的 心里面也有 有点点 叫做 哇 这么行 这么行 难道报应到 但是再想一想 就算我心这么想 我也不会写出来 是吧 免得 甚至 大家想想 甚至连环球时报 胡总都说 大家要衷心祝愿他 能够 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克制 冲心祝愿他 可以好 因为这样 是会对未来中美的建设更加好的 这时候大家都知道应该要怎么做 一个这么激烈的人 都会说一句这样的说话 是吧 所以 有些东西 是不应该烧炮掌的时候 就不烧炮掌 就是这样而已 当然 万一大统领这件事 真的不在 相对来说 美国是有经济 是有机制解决的 但是可能就会 谷起共和党那边的人 尤其是他极右的人 就会找你 中国算账 他已经有某部分的议员 借着这个议题 向中国发炮 说有一个女参议员 要连任的已经走出来 应该好像是众议员 就说 这件事是中国搞成的 我们一定找中国算账 害了我们的大统领 这样说 最激烈的一役 是会不留守的 那就是打了大统领嘴巴 自打打了大统领嘴巴 大统领说他能够搞成的 搞成的 因为其实他说 我们抵挡了 中国病毒的嘛 这个说话不是真BC说的 是call他说的 是call他说的 就是引述 不要说英文 引述 这样说 所以是十分之 所以是十分之头痛的 对于现在的问题 其实就是 所有人都如理薄丁 其实我们 昨天社长就说 有没有人报料 有没有人说是武汉发炎 call都是引述人家的 有网友报 其实香港某些牧师 都依然用这个term 很过分 很过分 也不奇怪 我都见到 我都会有些人去分享 譬如他本身都是做牧师的 就是没有前没有后 你没有办法的 在这种激烈的政治情感之下 什么事都会 很多人都没有了起码的 即使信神也好 我是一个牧者 但是他们都会说很多 很激烈的东西 每人都在这里诅咒人 咬牙切齿 风言风语仍然都有很多 有什么就会死啦 没错 下跪所是传道人 基本上很多传道人都是 某部分传道人都是这样的 接触到 我不知道他能接触到耶稣哪一面 可以变成这样 我知道 我可以说一说 他们每一次愤怒的那些人 很容易轻易愤怒的那些人 就是用耶稣 在圣殿那里发脾气 从那一段故事来说的 我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东西 我才那么生气而已 其实圣经都有很多故事 可以怎么说呢 各取所需 他们那些熟读圣经的人 是随时可以拿到一些论具 去支持他们做坏事的 嗯 这就是所谓假先知的做法了 但是打鞭箱呢 我们那天就批评过 陈日军 说他什么都政治行仇 他居然 王人KOL第一名 王人KOL之首 他居然跟我唱反 我要向陈日军付出 和牺牲至最大的 敬意 老子这么说 之后他又说 天主教 怎样怎样 现在这个 这个教宗怎样怎样 总之就说 陈书记好事 教宗和这个中共合作 魔鬼之类这些东西 我倒转这么说 教宗今天 他发炮喷这个资本主义 说现在这个资本主义 是应该要进行改革的时候 他是劍指这个大财阀 他也不去见这个 肥沛奥 我也认为教宗好事 不屈于这个 权贵 不屈于美国这么大的压力 是吧 仍然做应该要做的事 我都很佩服教宗 而对于陈日军这种 心情是想着 收了肥佬黎钱 一定要善子善终 是吧 当然了 我相信陈日军 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也是被人蒙骗的 是 坐商务客位 都是因为年纪大 他也是这样说的 是吧 坐商务客位年纪大 我们这些平凡人 19病毒出国都不敢 是 那说回来 其实很多这些极右论者 也是跟很多 很编极的教会是联合的 其实是联成一气 他们现在说来说去那一套 这个民主党 和这些所谓黑人民权分子 是联成一气的 犯罪分子 要搞这个 所谓文化大革命 我们现在一定会 是美国 是美国 要跟他扯过 如果不是 我们的传统就没有了 所以 这一次 美国的 这一次选举 无论结果是怎样 应该都会有一两场 走不掉的打斗 是 我都觉得是 如果他 其实 我是这样看 现在他们就是 有人遇到输打赢 他说下这句话就是 有人遇到输打赢 赢 赢了他就说好赢 都说我怎样 输了 他也说 如果他赢不到 就是 不公平 是吧 大希望这些事情 都不会发生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 到这里 是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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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